欢迎收听我当鸟人的那几年第286集 原来啊 这军营的所在处正是地府杂兵的边防 张氏飞想起小册子上的一幅图画顿时是豁然开朗 原来在这地府之中地狱是最重要的场所 甚至要比封都鬼城还要重要 所以这防范措施便做得十分到位啊 地狱在地府的中央被封都鬼城和这片树林夹在正中 而鬼差的植物分为压界鬼差 行刑鬼差 以及鬼护卫 那恶鬼是由封都鬼城出没 由鬼差压界来到地狱 在地狱之中压界的鬼差就同地狱中的行刑鬼差换班 这个行刑鬼差出了地狱之后 便跟着地狱门口的鬼护卫换班 换下来的鬼护卫呢 要绕着地狱的边界巡逻半圈 这才到了这片树林 这里是他们最后一个换班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休息 并且换下了最后一班 而换下来的鬼差已经休息足够 便再沿着地狱的边界走上半圈 最后回到了封都城交令 然后呢 重新当起压界鬼差 每一次换班 也就意味着绕着地狱的边界巡逝了一圈 所以这里的守卫 简直无懈可击呀 这些鬼差们都是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主啊 如果在巡逻过程中看到了有孤魂野鬼踏界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上前将其砍得魂飞魄散 这保全措施做的也太到位了吧 张世飞只望见的不远处 有三个鬼差正在闲聊 显然他们是很久没见了 聊得还挺开心 只见一个说道 哎呀 本来想当个鬼差也不错 哪里想啊 这差事经这么难做呀 半年的光景才休息一次 真是累死了 旁边那个鬼差对着他笑了笑 你知足吧 多少人想抢这差事都抢不到呢 再累也比坠入轮回之苦要好吧 谁知道你下辈子当不当苍蝇呢 哎呀 这倒也是 那个看上去明显是新手的鬼差又说道 不过我始终不明白呀 咱们做这些有什么用 这地狱里已经有那么多的鬼差了 为啥外面还有巡逻呢 那是怕有人想擅闯地府 另一个鬼差说道 而那个新手鬼差则摆了摆手 别开玩笑了大哥 这里有啥好闯的 哎呀 我在那里面待了半年 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能适应啊 太惨了 听他这么一说 另外两个鬼差也就笑了笑 其中一个说道 你说的倒也是 想想这里三层外三层的 别说你刚来了半年了 我都在这儿干了快五六十年了 就有一次 有个疯都的鬼魂迷路跑到这儿 让我们过了过手眼 剩下的连个苍蝇都没有啊 管那么多干啥呀 一旁的鬼差笑了笑 咱们只要干好自己的事 混混日子就算了 大家不都这样吗 他刚一说完 三个家伙就都笑了 很显然 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只见那个好像新人的鬼差说 对呀 我也这么想的 之前我花了大价钱 才买来的这空缺呀 幸好啊 杨坚的老爹有钱 用钱赎了我的罪 还买了供奉孔雀 就等着熬日子 有天也许会成正果了 两位大哥要多多提吧 对了 你说地狱里面的那个头 怎么这么缺德呢 见那些鬼差 就跟老娘们似的 在背后扯起了别人的闲话 张世飞也就没再听下去 现在他想要的情报也得到了 所以他的计划也跟着成行 不得不说 他能够不被这些鬼差发现 实在是太幸运了 多亏了自己会飞呀 外加上这些鬼差们也属于防范 所以才会如此轻易的就被他潜入 张世飞望着那三个鬼差 静静的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要说这些家伙可真能聊啊 一些无聊的话题都说的这么来劲 大概说了能有两个多小时左右 他们才有些聊够了 只见其中一个家伙伸了个懒腰 然后说 哎呀不行了 哥静啊 在地狱里面干活实在太费事了 我要去休息休息啊 咱们散了吧 那两个鬼差点了点头 不过那个看上去像是新手的鬼差 却并没有着急回营地 而是朝着山上的方向望去 那俩鬼差问他 干啥去啊你 那个新手鬼差笑了笑 然后对着他俩说道 不瞒二位哥哥 我在那黑神地狱里面待了半年 始终没有透过气呀 实在有些恶心啊 现在想多看看外面的光景 你俩先休息吧 真是个厨啊 那俩鬼差见到这个新人这么没出息 便笑了笑 然后就走回了营地 而见那新手鬼差向着山上的方向走去 张士飞心中大喜呀 终于让我等到了个落单的 没错了 张士飞跟随着这些鬼差的目的 就是想要放倒一个 然后穿上他们的衣服 混进了地狱中 眼下终于让他等到了机会 他的心中怎能不欢喜 于是他便悄悄地飞上了天空 到了那山顶向下望去 只见那个新手鬼差 正一边哼着昏段子歌 一边溜着弯 而四周此时都没有旁人 此时不动手 更待何时啊 张士飞把心一横 收起了翅膀向下俯冲而去 他并没有动用仙谷之气 所以无声无息的 就落在了那鬼差的身后 就在他即将落地前的那一瞬间 张士飞忽然变回了人形 与此同时 他闪电般地抽出了自己背后的南非唐涛 然后顺势就劈了出去 宝刀南非乃是极其锋利之物 外加上这一刀 张士飞可是下了死手 刷了一下 那个新手鬼差连叫都没叫一下 脑袋就被张士飞劈掉了一大半 连声都没坑 一下就倒在了地上 成功了 只见那个鬼差倒在地上之后 他的身体也就化成了灰烬 只剩下了一套地府的工作服 张士飞望着那套衣服 刚才他已经听了这些家伙的谈话 知道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 不过要说花钱赎罪 这他倒也不是头一次听说 在人间不就这样吗 只要是有银子 很少有扑不平的路 没想到阴间也是如此 这等恶鬼流之何用 想到了这儿 张士飞的心中便也没有了任何的愧疚 另外现在也不是他该愧疚的时候 要知道少了一个鬼差的事情 早晚都会露馅 于是他便飞快的抓起这鬼差的衣服 套在了自己身上 然后摇身一变 化成了孔雀 再次朝着地狱的方向飞去 他可没什么美国时间去封都鬼城 那不是找死一样吗 还是尽快的摸进地狱才是正事 想想刚才听他们说过 在这地狱盖活的鬼差众多 所以他不怕自己的容貌会坏菜 浑水摸鱼这件事他是最喜欢的 于是他也就没有了任何的顾虑 再次飞到了地狱的附近 不过他这一次并没有停靠在汪死成的方向 而是朝着那恶鬼排队的方向飞去 确定了没有人发现自己之后 张士飞便化成了人形 他现在身上穿的是鬼差的制服 这衣服就跟以前衙门里的衙衣差不多 戴着一顶好像是厨师一样的黑帽子 之前那个新手鬼的脑袋很大 张士飞带的那顶帽子都快遮住了眼睛 很是滑稽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容易遮掩自己的容貌 于是他又在地上抓了些土 往自己的脸上抹了几把之后 便朝着那恶鬼的队伍里面跑 跑到了那条大路之上 已经有别的压界鬼差发现了他 只见那个鬼差有些奇怪的问他 你怎么从那边来呢 啊 是这样的 张士飞虽然心中七上八下 但是脸上却装出了一副很平静的神情 他对着那鬼差说道 我呢在黑人地狱里的头 让我帮他回去求点东西 说完以后 张士飞便指了指自己身后的包袱 而他那把南非宝刀 之前也被他收入了那死鬼的刀鞘之中 幸好啊 衣服宽大 外面有一件类似马甲一样的东西 能够遮住刀饼 要不然还真容易露馅 那个鬼差见张士飞这么说竟也没多想 反而望着灰头土脸的张士飞有些同情的说 新来了吧 哎呀 熬几年就好了 熬几年以后啊 就是你使唤别人了 那张士飞慌忙点了点头 是是 谢谢大哥指点 那鬼差被张士飞叫了一句大哥 显然很是受用啊 只见他笑着说 没啥 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 你还好呢 分在了黑身 我以前被分在了蛆虫里面 那队长 简直就不是人啊 什么都让我来 得 看来这地狱里面的鬼差全都是苦逼啊 张士飞苦笑了一下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能掩人耳目 于是呢 张士飞就一边听着那鬼差 向自己闹苦水 一边向前走 没过多久 他们便上了桥 走在了桥上 张士飞终于发现了 这护城河里面是什么玩意儿了 四周的温度骤然上升 看来下面的沸腾的水 应该是岩浆一样的东西吧 地狱的巨大入口黑洞洞的 张士飞只感觉 自己此时的心跳都好像加速了 不过是两声短跳 一声长跳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压了口唾沫 然后拉了拉帽子 低下了头 地狱近在眼前 张士飞真怕这个时候再出什么状况 幸好 这压界鬼差和那鬼护卫之间 不存在交班一说 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明白 哪会有人有这么大的胆 没冲鬼摸进地狱啊 再说了 也不想想地狱是什么地方 是有里面的人想出来 哪有外面的人想进去的 所以啊 这地狱的防范工作 地狱的里面要比外面严 张士飞终于随着大队的恶鬼 走到了地狱的门口 只见那地狱的门口两旁 竟然也有一副石匾对联 上联写道 回有去 不知生前行恶必到此 下联写 恨无悔 为何当初不能做好人 此处照例 没有横批 一直有扁 大扁悬挂于那黑色佛塔的大门上方 四个歪曲诡异的大字写道 十方地狱 好一个十方地狱啊 张士飞没有机会多看一眼 便终于顺着恶鬼的队伍 走进了这地狱之中 入了那门 张士飞只感觉浑身一阵燥热 十分的不舒服 不过那四周空气之中的硫磺味 少了许多 反而多了些檀香的味道 这见到这偌大的黑佛塔的内部 其实也是空的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那烟室的半步多客栈一样 只不过少了那张长长的大桌子 反而像是一个大圆形的广场 脚下踩着的是黑乎乎的砖头 对面四周的墙壁上 分别有十八道圆形大门 里面已经站了一些烟钗 门里的两旁各站了一个 他们手上各持一面旗子 不停地晃动着 一边晃动 一边还骂骂咧咧地喊 快走快走 说你呢 快他妈点 都下了地狱了 还装你妈清高啊 而那个恶鬼队伍呢 也就自动地分成了十八队 张士飞看出了一些蹊跷 虽然这些恶鬼 全都劈头散发 身上的衣服看似都是同一型号 但实际不然 因为在那诺大哥球字的下方 还有一至两个小字 是大写的数字 一到十八 看来这就是划分 他们应当去哪个地狱的符号了 张士飞发现 那两个摇旗的应该不简单 因为那摇晃的旗子 不断地发出一股莫名的气 可能是受了这气的感染 那些恶鬼才会如此听话吧 而就在张士飞愣神的时候 之前同他聊天的那个鬼差 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对着他说道 怎么了 怎么不走啊 张士飞这才回过了神 他只望见那些陆续走进的佛塔中的鬼差 都随着鬼各自走到了自己当时的那道门内 而张士飞则不行啊 要知道他本来就是冒牌的 而且他摸了摸胸前 衣服里的项链还指着斜下方 他根本就不知道梁月儿此时会在哪个地狱 所以只能从第一层开始寻找 想到这儿 张士飞便拍了拍脑袋 然后对着那个鬼差说道 大哥 真不好意思 那什么 我们头让我去第一层送点东西 你先走吧 那个鬼差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这种事情也算寻常 要知道这些鬼差也是人变的 当然有人的感情 只不过他们暂时的脱离了轮回 虽然规定上明令禁止他们四下乱窜地狱 不过地狱里面的鬼差这么多 那些鬼差头也管不过来 也许这新手的头和低层的头有交情呢 想到这儿 那个鬼差便也没再问 只是凑到他的耳边小声说道 你小声一点啊 隔墙有耳 如果被别的家伙举报 那可就糟了 张士飞点了点头 然后笑着同那些家伙道别 他心里想 笑话 我还怕举报吗 我本身就他妈是个厌品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他觉得还是低调点好 于是便低着头走到了 那右手起的第一个门前 他在门前向下望了望 张士飞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这个门开在墙上 但却又似乎永远都走不满人 原来是这样啊 只见那门里边就好像是镜子一样 能够照出自己的影子 而那些恶鬼面对着这面镜子 却没有停留 竟然穿过了镜子 消失不见了 张士飞虽然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但是也照着做了 他插了个队 望着镜子之中自己的模样 心中一笑啊 他闭上了眼睛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心想 梁云我来了 想到这啊 他便没有了任何的距移 一头就钻进了那镜子里 哪声响 刚进入了那面镜子 忽然脚下一空 竟然掉了下去 现在的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叫坠入地狱了 果然是坠入啊 不过他只是悬空了一两秒以后 屁股边又碰到了东西 这是个大斜坡 就像是一个滑梯似的 张士飞的身体不受控制的 就向下滑 滑了好久好久 只感觉到眼前一亮 这才站稳了脚 再一看 顿时张士飞的嘴巴就合不上了 眼前的这一幕 当真是真的吗 张士飞终于来到了地狱之中 想不到啊 这地狱会是这般模样 一眼是望不到边际 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荒原 只不过荒原之上是寸草不生 尽是稀泥啊 张士飞一脚踩在了泥巴之中 四周弥漫着一股血腥的气味 同时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他并不知道这惨叫声是从何而来 似乎四面八方都有 凄厉的惨叫声一波接着一波 头顶的天空漆黑一片 或者说那本就不是天空 而是和锅盖差不多的东西 乌黑乌黑的 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 张士飞正愣神的时候 忽然听见了身后传来了一声叫嚷 哎 伙计 你怎么了 快干活啊 张士飞回头望去 原来是身后的一个鬼差 正同他讲话呢 张士飞的身后聚集了不少的人 新来的恶鬼在鬼差的督促下 排起了一列长队 有气无力的向前走 张士飞只见到长队的尽头处 有一面镜子 和自己来时的镜子一样 镜子两旁分别站着两个持刀的鬼差 这两名鬼差分别牵着一条 四肢犄角的黄牛 和一条巨型的鳌犬 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 看来他们就是守门的了 刚掉下来的恶鬼络绎不绝 而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恶鬼 见到了眼前这么诡异的影像以后 竟然受到了刺激 他大叫一声 推开了身边的人 就想向回跑 看来这个恶鬼有些脑子呀 想要出其不意的落跑吧 不过他还是太天真了 见他跑开 一旁的鬼差们竟都嬉皮笑脸 跟没看见似的 而那门口的两个鬼差 也还是没动 正当张士飞纳闷的时候 那恶鬼已经跑到了门口 可是当他刚一靠近那面镜子的时候 只见那左手边的那头黄牛 忽然发难 一下子就用鸡脚将那恶鬼调了起来 这是何等的怪力呀 而就在那恶鬼飞上了半空后 还没落地呢 右边的鳄犬忽然窜上了半空 张开了大嘴 直接就把他咬在了口中 这还不算呢 那鳄犬落了下来 然后将那恶鬼啃食了个干净 那鬼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但是却没有人帮他 那鳄犬吃光了他的肉之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继续静坐 而那个恶鬼的骨头 竟也慢慢地长出了肉来 转眼间已经恢复 就在这时 一旁的鬼差走到了他身前 一把抓起了他 毫不犹豫地向前一丢 把他丢出了老眼 并且还骂道 他娘的 以为这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呢 告诉你 赶紧给我排队 要不然的话 让你更惨 信不 很显然呢 这种事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了 所以呢 也见怪不怪 而那恶鬼当真是怕了 刚才被狗砍的那种疼痛 撕心裂肺 他不敢再次尝试了 于是只好哆哆嗦嗦地走进了队伍里面 张世飞见到了这一幕 心中不由地有些感叹 看来这地狱并非是浪得虚名啊 我如果想要回去的话 就必须要把那两只畜生砍翻 看上去我应该能够对付 想到这 张世飞也就不再磨蹭了 他开始慢悠悠地 同恶鬼的队伍一直向前走 一边走 他一边偷偷地解开了自己胸前的扭扣 那条项链飘了起来 直指左手边的下方 张世飞皱了皱眉头 心想着梁月儿并不在这里 而是在下边的地狱 看来要继续向下走了 说起来张世飞并不担心 虽然他是头一次来到这地狱 但是他却有那本地界行 这书可确实是个宝贝啊 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介绍地狱中的事物 包括众多捷径 地界行上有记载 在第一层的泥离地狱中的某处 是有一条捷径通往第二层的 这种捷径从第一层到第十七层都有 只有最后一层没有 因为最后一层是明摆着的有去无回 要知道这地狱就好像是一个大迷宫 每一个都像是单独的空间 却又全都连同着很多小地狱 如果走错了的话 那就真的糟糕了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